大家好,我是超哥 咱们看一个美迪的一个三匹主板 也没描述什么故障 现在我们直接上电 看咱们的维修灯泡 你看灯泡直接亮了 那么说明这个300分是有短路的 什么原因会造成灯泡这么亮 就是这个IDD7搞通了 它现在又灭了 又点反反复复 这样这个维修开关不能打到直通档 打到直接就挑战了 有点短路了 现在怎么办 我们把这个IDD7中间这个角给它剪断 测它的控制机有没有跌压 去判断是CPU输出的情况 还是4427本身损坏 这个IDD7控制机 我们把它中间这个角 剪了中间这个角已经剪断了 剪断之后咱们看灯泡已经正常了 直接测IDD7的控制机 发现就有十几伏的电压 这个电压不变 说明这个IDD7为什么导通 因为它的控制端 也就是它的经济 是有电压输入的 触发它导通了 现在我们再测一下4427的二角 看二角有没有电压 二角的电压也是14电压 四伏 4427给它拆掉 测一下二角四角还有没有电压收入 好把4427已经拆掉了 拆掉之后我们再测一下 测一下这个4427的二角 咱们看这个二角依然是十几伏的电压 二角14伏 说明4427是好的 因为什么每一段板子有双双保护 咱们测一下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的一角 这两个是双双保护 这个一角也是14伏 再测一下下面这个芯片的一角 也是14伏 那么我们再去测一下二角三角 一二三是一个通道 咱们测下面这个 这个你看二角也是13伏 三角呢也是13伏 14伏 15伏电压 而我们测一下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二角是多少 0.72 0.71 那么说明下面这个芯片坏了 怎么肯定确定啊 咱们去看一下这个 这个二角和这个一角 和这个芯片的一角是连在一起的 作为双重保护 双重保护 这个之前我讲过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芯片拆下来 把这个芯片给它拆下来 这个主板咱们现在已经修复了 压速对常启动 更换了一个2903 更换了两个电子 所以说咱们的维修过程中 要自己要有一个清晰的思路 知道怎么去查 那么找故障点 就非常容易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啊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 感谢观看